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块胶片 一个锁匙扣 一块小的布 另外四块一样尺寸的布 首先我们拿小的布出来 好像片一样 下面向上摺 上面向下摺 在中间这裏套一行线 车好之后我们拿锁匙扣出来 穿过这条带 放在其中一块布中间的位置 再车一行线 之后我们用水销笔 在其中一块布 在布的中间画一个十字 在四边也可以做一个中间的记号 之后画一个七乘四的长方形 再在里面 画多一个长方形 叠在另一块布上面 之后我们用剪刀 剪了里面的长方形 先 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在四个角 沿着水销笔这条线 剪开它 之后分开两块布 在其中一块布上 我们可以用烫豆 或者小工具 像片一样摺起它 之后压平它 两块布都是这样做 之后我们拿预先预备好的 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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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铁铁�铁铁铁�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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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撞好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把它鋪在另一塊 展開了長方形的布 再圍著剛才的四條線 車一行線 有膠片的部分就已經完成好了 底面是這樣的 我們將其中一邊 向內摺一半 之後用剪刀剪走它 長了出來那邊的布 向剛才剪短那邊摺好 再車一行線 我們可以距離布邊 大約0.5cm 去車 現在我們要把所有布 組合在一起 我們先拿起有膠片的一塊布 有接縫位那邊向著自己 有時扣那邊 反轉 鋪上面 圍著四條邊 車一行線 上面大約剩下 6cm 5號車 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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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把所有布 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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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步用剪刀剪走四个角 之后我们在竿材反后的位置 将整个卡片套反转 我们整理好反口这个位置之后 围着布边0.5cm 车一行线 如果大家喜欢的 在左右和下面都可以车一行压线 又或者不车压线也可以 就完成了简单的卡片套 可以放八特通或者证件 是不是很方便又实用又漂亮呢? 谢谢大家收看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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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